这一篇破文延烧快两年 2014年底立委段一康在脸书指称 交出彰化县长的黄文林和林苍敏 共用一个蓝银金主萧景天 黄文林气的控告段一康诽谤 及违反选霸法意图使人不当选 现在判决结果出炉 北院一审判段一康四个月 尺多公权一年 策划是持来的一个正义 但是平常心讲我们也应该 林苍敏说这是持来的正义 不过段一康得知消息 又在脸书发文酸了黄文林 说选前民调支持度 百分之零点三的候选人 到底他影响了什么选情 如果要他回应 就是这句话恭喜法官 其实段一康争议没断过 之前也抨击林苍敏 担任曲棍球协会理事长期间 涉嫌诈领补助款还夸下海口 但是当连政署还给林苍敏清白后 说好的吞球 段一康当没事发声 被蓝军洗脸不止一桩 太阳花学运期间 段一康也暗奉蔡正元 是不要脸的脏东西 蔡正元控告公然侮辱 最终行事民事双双成立 三审定宴 段一康还服了五天劳逸 自拍穿清洁队服挖水沟 只是段伟源大炮性格 爱爆料却也惹得一身官司 如今面临立委保卫阵 就待二审分校 记者董优俊少玉米SNG小组 台北报道